一架俄1276军用运输机24号 在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坠毁 机场人员全部遇难 目前俄乌双方对于运输机坠毁事件 仍然各执一词 据路透社报道 俄方26号公布了乌战俘登机画面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表示 运输机是被乌方击落的 乌克兰方面则称 乌方不知道关于该运输机所在人员的信息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 26号公布了乌克兰战俘登上一架 伊尔76运输机的画面 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宣布 在空域监视雷达的帮助下 确定击中伊尔76运输机的防空导弹 发自哈尔科夫州利普齐村 此外 调查人员在运输机坠毁现场 采集到的物证 包括遇难的被俘乌军人员的身份证明文件 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 与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大学生座谈时表示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掌握 俄伊尔76运输机载有乌军战俘的信息 现有证据已经可以初步证明 坠毁的伊尔76运输机是被乌军击落的 普京强调 俄军的防空系统不可能打击几方的飞机 他表示 在坠机现场发现的弹片 表明伊尔76运输机是被防空导弹击中的 而他认为最有可能击落这架运输机的 是美制或法制防空导弹系统 普京预计明确的调查结果将在两到三天内公布 乌克兰战俘问题协调指挥部26号召开会议 讨论该运输机坠毁的相关情况 参加会议的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 布达诺夫表示关于该坠毁飞机上再有哪些人员 目前乌方没有掌握可靠及全面的信息 他说当天确实应有65名乌军人员被交换 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信息能够表明 飞机上可能再有俄方宣称的人员数量 俄罗斯方面关于飞机可能运送了65名乌克兰战俘的说法 仍然存在很多疑问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表示 乌克兰将利用一切手段查明事件真相 不过乌方需要更多时间来收集信息